嗯,是很嚴重的 所以你唯有給自己一個理由去花錢 政府費用,其實你可以透過消費券 消費券你又不肯派,因為你沒有錢派 都嘗試去派,例如 昨晚,希比 都做了一段片,就是郵輪碼頭 鼓勵大陸客人多坐的士,也鼓勵多些的士 就走過去,載大陸客人去Megabox 那些地方消費,那他要做的事就是派50元 郵券,但今時今日香港的郵價 聽回來,50元郵券,真是差聲就花光 不是很划算,那些的士人其實都是 彩你都有味 嗯,那你沒有了,那你梁永勝 那些在那裡說,是吧 就是騙不騙到李家超呢,李家超沒有時間 搞這些事,真是 李家超現在在忙什麼 我那個... 很笑 特區政府上上下下 現在在學習中 這個習近平回信,分享會 李家超自己坐在中間 就是和大家排排坐,在那裡學習習主席精神 那他中間,隔壁還坐了阿珍玉成在那裡 因為陪喬他是不是有份的 其實他都是 那就是,因為陪喬 早前去信給習近平 又說去過那些什麼 什麼太空啊 看那些什麼東西啊 又天公啊 學語航員啊 互動啊 又說看什麼 什麼 韓國志願軍啊 這樣回來 回國家呢 就用安葬儀式 那搞到那幫學生幾鬼死感動 又說真的幫助他們了解國情 因為曾玉成是前培喬的校長和校家 OK 上個月的事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 就拿到習近平回信啊 習近平回信啊 還沒騎著馬呢 600里加急 在馬上宣讀聖旨 鄭雁雄收到習近平回信之後 親自到培喬中學裏面 自己宣讀聖旨 上個月7月28號 7月28號 其實發生了沒多久 那 習近平那封信 裡面說什麼 他就說 我知道你們這些學生 就參加了韓國志願軍 烈士維繫 歸國安葬儀式 又去了天公與航員互動 跟他們更加深刻 體會了中國人自豪感 和作為年輕一代的使命和擔當 很欣慰啊 簡單來說就是很欣慰 所以我勉勵香港的學生 就要深入了解 祖國的歷史文化和國情 後席加國情懷 誰練過硬本領 講這幾個廢話 還有沒有其他 不如直接在那裏讀 浙海奇的 奇諾里維斯的回信 那類的 講了這些廢話 簡單來說就是一堆廢話 習近平回信 就是講一堆廢話 有多難了解 習近平回信 這篇報道不是很多 有沒有傳聞 有什麼精神病 說了什麼 這麼厲害 令到教育界有重要的指引 然後搞到全香港的校長 都要拜讀 這個 當時 這個 鄧飛 這個時候的信就是這樣 這是不是習近平回信 我寫給習近平的信 有一封中學生寫給習近平的信 陪橋的 接著 鄭雁雄就是受中央所托 將這封回信 親自拿回來 快馬加鞭 站在馬上面 就在那裏宣讀聖旨 那隻馬其實是不是陪橋妹妹來的 真是 不知道 說真的 說廢話 自由亞洲這篇報道 免得寫那些廢話 有沒有 有什麼可以說 你說他們怎樣拆鞋 政府新聞網就是 簡單一點 愛國愛港是香港的光明傳統 是嗎 對的話 就不會有反送中 就不會有這樣的示威 不會有200萬人上街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深刻認識世界發展大勢 深入了解國家 祖國歷史 什麼文化和現實國情 隨年過硬本領 早日成為好堪大任的動良人才 建設美好香港 實現民族復興 簡單來說就是 習近平過年 恭喜發財 事事如意 身體健康 這樣而已 是嗎 搞過這樣的 這個精神病分行會 每個人都要 大獨論入面的含義 或者你要作入面的含義 一個二個在含 是嗎 李家超講些什麼 嘩 張請了習主席 對香港的關懷和勉勵 政府就會自力加強愛國主義 和國民教育 期望香港教育界認真研讀 有什麼微言大意 有什麼 中間還會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 你不如列為教科書題材 你問這些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蔡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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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又說 肯定了香港愛國教育的期盼 有什麼恩切的期盼 立得樹人的目標 他是不是應該燒一封信給他的兒子 對呀 你燒一封信給他的兒子 嘩 我真的 習主席 如果你今天在世的時候 你有機會 拜讀到習主席 是不是要燒一封信給他的兒子 看看 什麼時候是習主席來陪你 好嗎 看看他的兒子暴夢 跟他說什麼 這些廢話 國家之強盛 我們以深知 這些信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寫 還是 可能是曾玉成寫 然後就問 我這樣寫大家同不同意 可以不同意嗎 你真是一幫食屎狗 真的 有沒有人報名去打台灣 是啊 你現在一個二個報國 又說要燃燒自己的青春 他們這樣說 真是搞笑 我幾記得一件事 有人跟我說 培橋中學其實是很多社運人的母校 培橋是 等一下 還有誰 周晴以前讀培橋鄉島 我記得是 是啊 正正就是你比他們洗腦那種厭惡多 是啊 反而他們更加 他們比我們讀教會學校的人更加激 是嗎 一點都不奇怪 好了 好了 香港的事情 我們講到現在這裏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講一下國情 還有我跟一下 周嘉誠 周嘉誠 周嘉誠也要跟回 其實都是 我現在開始擔心他的作供 我見他這兩天講的事情 我們一會兒回來 大概是12點半 十二點半再見 好